林佳千这天做个无间音乐宣传新歌 早前佳千推出专辑 不止销量极好 已经卖段式 还有吵架在网上高价卖专辑 这个情况连佳千都吓到 好夸张 对 好吓人 我自己我有尝试去用 没有用我的匿名去问一下 因为我看到他有放出来 然后他没有写佳千 然后就好奇去问一下 到底多少钱 对啊 然后他有签名版 有个没有签名版的 哇都很夸张 我很想回他一句 有没有人在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价无市的 有价无市 既然专辑卖得这么好 又有那么多歌迷买不到 那不知道佳千有没有想过佳印呢 应该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佳印的话 就不能随便加一点点就可以 一定要加一定数量的 然后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去回本 所以就算了 我就把这个就变成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然后很早买到的朋友 就买到这个绝版 至于过完生日不久的周志康 除了或朋友请吃几菜生日饭之外 令他最开心的就莫过于是收到女儿送的生日礼物了 那女儿有没有送了什么给你啊 他就是将他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 就转交给我 对 是他很喜欢的那个手工的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做那个小朋友的玩具 对 那这里生日的当天有没有假期呢 没有啊都要工作 很早就要工作 大概是六点多就已经化妆 然后拍到大概是晚婚时间 然后就回家冲凉 休息一下就跟家人去吃那个吃素 因为跟阿文一起庆祝 然后就吃那个素的蛋糕 非常好吃 同样出新歌的还有阿康的拍档 姓文心 阿康就被文心大战事快复下 因为对方极快回复他问题 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帮了文心不少 其实我是办一个监制吧 都算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片段 都会第一时间送给他问他意见的 对 他还说我是那快复合 对 很快的回复的合 这个我觉得很好啊 对 因为其实我知道制作的时间很重要 有时候你错过那个时间可能就改不了 所以我就很尽快的给意见给他 不论是MV或是那个文案 我希望尽快给他一些帮助了 对 所以这次你这首新歌有什么的特别的呢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就真的非常特别 因为这首新歌就是讲一个女生 非常沉溺在一个男生 但是抽身不了 但是那个痛楚 就是相比起我上几首的歌曲 是十级的痛楚 十级倍 对 其实他每一次听这首歌 他都 我看我真的很痛 然后他就会痛到要哭了 真的哭啊 不是想哭 真的哭出来